- 搞了測搜,你該知道的關鍵字 本土幣31152,那今晚一路是145,走完個案是60 少吃鮭魚就石斑,過了這麼多天,市長候選人們,該出來的都出來了,但出不去的石斑魚還是出不去 中國6月宣稱台灣石斑魚驗出禁藥,片面宣布禁止輸入,讓國內九成石斑魚頓時滯銷,年年有餘是好事 但現在半年就多了3600噸,看來只能交給小英農業神將,台大畢業留美,打打主義理論派大師,IKA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自先前用美豬吃萊劑,比喻人吃保養品,說鮭魚荒可以改吃台灣雕,小麥面食漲價可以改吃飯,喝高粱可以就高鐵擋地層下線,再度提出突破三關的跨世代解放,近期因戰爭影響航運,進口鮭魚價格上漲,恭喜你成功地吸引了極重的眼光 她說,你每次遇到問題都要叫國人來吃,不是啦 我們一年吃十幾萬公噸的進口的水產品 如果今天比如說鮭魚少吃一半,也不要一半啦,鮭魚少吃個兩三成,那吃我們的石斑魚,那石斑魚又新鮮品質又好,兩年又美容,那蛋白質又豐富,而且又是自己國產的 這樣怎麼會對消費者而言,不是更好嗎? 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吃東西才行,所以可以說是廚師掌握了所有人生死的關鍵 黑暗料理界,就是想要利用這種關係,從背後控制所有的事物 農業學馬英九,漁業像沉水扁,行銷超蔡英文,一個便當吃不夠可以吃兩個,鮭魚太貴可以吃石斑,有政府好安心 請問何時會加薪,騎機車會造成空氣污染,那為什麼不開車? 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準備空運來台,真的是台灣農業奇蹟 卻意外擊中了網友的腦神經,留言痛批何不食肉迷 在那叫什麼? 他知道鮭魚現在多少價格嗎?每公斤三百多塊耶 非常貴耶,那為什麼不吃我們的石斑魚 我們還有更多的虱目魚,台灣雕跟鱸魚 所以這是為了消費者的角度設想 那你知道石斑魚要多少錢嗎? 石斑魚生鮮價格,銅重量大概是鮭魚1.5到2倍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但也不要把石斑魚塞到我家 當然如果是免費配送的話,我個人選擇香蔥油零食斑 主委呼籲少吃鮭魚,直接把鮭魚進口商呼到嗆到 全球最大鮭魚供應商美味鮭魚 在臉書,郭文表示鮭魚無罪,鮭魚臭了嗎?我們從此改名類十番 拜託不要不吃我們,好像有人在臭欸 進口魚很多種,不是每種都可以期待 石斑魚跟鮭魚本來在市場上的幼竹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期待的 我們一年進口超過兩三萬公噸 而且大老遠的從挪威等這邊運輸過來 它的碳除機是非常的高 那國內有當季的生鮮的石斑魚 我們的責任當然是要大力的來促銷 那至於所有的這些酸鹽酸魚 其實對我來講,我都可以接受 現在講到碳足機了,還沒加醋就覺得酸了 人家鮭魚養到出口有利潤 我們的事情去勒索料理,所產地直送道德綁架 請各位支持國產愛台灣 當你開始來消費我們國內的農民區產品的時候 其實消費者在增加自己的糧食安全 因為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就會增加 這是可以達到農民營、消費者營 跟糧食安全營的三營的角度 真是太棒了,少吃鮭魚不僅能救食班 還能達到營營營三營 我媽跟我說過,當有人跟你說會三營 那就是在騙你 畢竟民進黨現在知道了 再強的行銷手法 要進步的話,前面都要加上民主兩個字 我看到許多對於台灣共享民主價值的民進黨 站出來支持台灣的民族 像是日本土島的漁場養肢業的說 通過吃漁主的漁運來勝利台灣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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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蛔? 蛤? besides 我們過去都想要給辦 процесс 並向政府 Liberal lines 支出自己的減傷 開運此條さ 其實我們的挑戰 也要為香港在覽 Ronnie 帝裡面的雙腿 Pues 透過他比賽對他電腦的反省 或是他的教育和開講 都有很大的幫助 台灣最多的兵役是我們都在電腦 我們今天應該要好好保守 向他電腦的文化出產 今天有準備 可以說整個意義 也可以帶動我們地方的文化 讓更多的年輕人都認識 可以用到最高空氣 可以讓大家共同來挑戰 可以讓我們台灣的這些 民主黨的勢力 可以帶大家以來 參選新竹市長 新竹 值得更好 每一個新竹人 都值得更好 大家好 我是高宏安 我回新竹了 我要非常負責任的向大家推薦 台灣的科技首都 台灣科技產業的火車頭 新竹這個城市 它的最佳市長的人選 就是高宏安 要選舉了 大家都回家了 就我沒有 因為房租很貴 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的故鄉新竹 當然是一級戰區 新竹真的王雖然姓柯 但不是柯文哲 高宏安打著科技大旗 闖進民進黨省慧紅 和國民黨林庚人的戰鬥圈 形成藍綠白三角都 確認過眼神 是來分票的女人 雙紅之戰拉開序幕 可是高委員第一個 他戶籍並不在新竹市 那就算所謂關心 我們看不到對在地的深入 如果是道聽途說 或者還是從台北看天下 就說三道四 或認為看到問題 並沒有看到方案 就指責不是 不僅是傷害新竹人的感情 其實我現在人已經有住在新竹 戶籍已經在新竹了 所以這個目前我是新竹市民 對無用之以 郭台銘董事長的部分 我在他出國之前 我也親自跟他當面報告 那他也表達支持 戶籍公事無效化 民進黨可以練練新招再來嗎 38歲的高宏安 美國西西納提大學機械工程博士畢業 曾任鴻海科技集團副總經理 2019年受郭台銘推薦 經民眾黨提名為 2020年不分區立委第三席 2020年當選立委至今 現任民眾黨團副招 被法院資安科技策進會長 在6月中新竹正副市長 林志堅和沈慧紅 雙雙請辭投入選戰時 先跑的就先被打 我們今天一個新竹市的大家長 平常在選舉的時候 把新竹市民當成投給 你要怎麼去交接 交接給誰 你的計劃是什麼 如何不實地完成 而不是自己上的媒體在宣布說 我今天6月你要離職 我今天7月初要離職 我今天7月初要離職 民眾黨有沒有內歸選出的 縣市長要辭職 我們也不想講人家壞話幹 就是說 不要雙標黨好不好 奇怪 民進黨幾乎每一個 要選縣市長的 主要是立委出身的 幾乎都是 你要罵人家之前 有沒有先轉過頭 先看看旁邊 每一槍都打到自己了 有升遷機會 當然直接跑 每一個黨都準備了兩套標準 而且都是自用 不認其沒做滿 好像已經是常態了 別再跟我說什麼負責了 上一個要負責的 現在已經在唐台北市了 新竹市需要的是真心 而且專業的全職市長 不是打工 也不是剪餐 新竹市是大家的家 那我們新竹 新竹隊 會一起來請聽所有的聲音 不管是從民眾的需求 失勝的需要 每一票我都不要放棄 林高雷奉帥 不管執政優勢或者是空降人員 我想我們都欣然的面對 一定要讓新竹市重回藍天 國民黨的基本盤非常的強壯 只要我們團結 我們一定會贏回這一戰 新竹正在轟轟烈烈 公園間已抵達桃園 全力抵禦論文風暴 年底的封城之戰 藍綠白點兵各就各位 一下開放新竹人鴨寶 下一位入主是府 你看好誰呢 大家拭目以待了 日本參議院選舉 在僵持嚴格管控的日本 上週五前首相安倍晋三 遭暗殺身亡震驚國際之際 接著迎來的是 週日的參議院選舉 自民黨現任首相岸田文雄 自去年上任以來的首次其中考 便面臨疫情復蘇 通貨膨脹 二必貶值以及中日關係等議題 在安倍前首相去世的催票下 此次選舉投票率為52.05% 比上次2019年高出3.25% 毫無意外由自民黨大獲全勝 日本參議院有248席 本屆改選與主選共125席 其中自民黨奪下63席 比上屆增加8席 同屬執政聯盟的公民黨也拿下13席 加上非改選其次 兩黨共佔145席 加上日本維新會和國民民主黨支持修憲的四黨 在參議院合計177席 超過三分之二修憲門檻 此外四黨在465席的眾議院 也佔有346席超過三分之二門檻 被安倍在生前遲遲判不到的修憲遺願 帶來了一線曙光 安倍和自民黨提出的修憲主張 其中一項為自衛隊入憲 並且將軍事預算提升至GDP2%以上 因為憲法第九條規定 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 武力威脅或以武力行使 作為解決國際爭端手段 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 二戰以來建立的憲法條文 如今卻因台海危機時空背景不同 還要面對來自中國戰狼的威脅 共產黨的市委委員長 憲法9条があれば 武臣、大陸類的事物が 登場しても こんなことにならない と言っている 武力交渉に問わない国が 隣国にある場合 どうなるか ということ 全て Kさん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 空想の世界 憲法第九條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 他們就可以自己建立 他們自己的國防部隊 要推翻 安倍對台灣的政策 這是很困難 甚至更加強也不一定 二本修憲門檻 需經參眾議院三分之二贊成通過 才能交付全民公投 雖然此次自民党選戰斬獲家機 黨內開票時仍氣氛沉重 過去作為勝選標記的紅花 被改為粉紅色哀悼安倍 自民党最大派罰清和會 可能因為會長安倍的事實 牽動黨內派罰全力變化 此外修憲案要在議會通過 仍需修憲勢勢力四黨達成共識 岸田政權邁入無敵的黃金三年 修憲之路才正要開始 還要接受鄰居中國的狼嚎 由於歷史原因 日本修憲問題受到國際社會 和亞洲鄰國的高度關注 我們希望日方認真汲取歷史教訓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以實際行動取信於 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百追蹤訂閱老天鵝娛樂 隨時掌握最新動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